至于美国大选只剩下一个星期时间 美国多州开放提前投票 许多选民蜂拥而至 投出手中的一票 但多个州依然担心 大选将会引发安全危机 当地官员和警方都纷纷向选民派定新闻 保证大家的安全 同时强调确保选举透明 也是他们的责任 11月5号是美国大选的正式投票日 虽然距离还有一个星期 但随着美国多州允许选民提前投票 数百万名选民选择提前履行投票责任 在南加州的一个选票处理中心 工作人员正忙着处理和计算洛杉矶选民的选票 为了计票过程中万无一失 当地警方负责运送选票 还配备了警选部队 洛杉矶县书记官迪安·罗根表示 选举日临近 安全和透明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迪安·罗根指出 警选将会是投票站的第一把关者 确认是否有任何可疑物品 洛杉矶县警长罗伯特·鲁纳也补充 他们致力于公平 不受恐吓或干扰的选举程序 并将继续监测情况 在亚利桑那州 马里克帕 人们对选举安全的担忧 同样日益加剧 不过当地选委会以及警方给出一颗定心丸 承诺将保证大家的安全 虽然多地担心选举过程的安危 但在乔治亚州格威内特县的选民表示 他们信任选举过程 在这个关键摇摆州的提前投票中 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高 回顾2020年大选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大选中失利后 他试图通过几十起的诉讼 来推翻选举结果 更向乔治亚州官员施压 要求他们为自己争取更多选票 特朗普的不认输 让这个州的选民嘲讽 失败者总是哭得最响亮 我认为选举是一个自由和正义的选举 无论什么他说的 我认为选举人总是哭得最大声 我认为选举人 选举的时间去读决票 而实际上去做秩序的职举 没有问题 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选人都哭得最大声 乔治亚州的官员表示 当地的提前投票已经打破了所有记录 截至星期一中午 已经有超过273万张选票投出 占活约选民的40%以上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到底谁会入主白宫 民调显示赫锦丽与特朗普势均力敌 因此双方的支持者要确保投出自己手中的神圣一票 将成为决定获胜者的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